那有醋婆说老花叶 怎么样把水培的吊篮养得更旺盛 其实水培的话 你想让它更旺盛不太现实 土培的话 咱们就拿人打比方吧 你看土培就像咱们人 正常吃五穀炸粮 吃各种干饭 对吧 你看这土培的效果 长得也很好 你水培的话就像我大舅子 你别给它吃饭了 天天打料瓶 你说我大舅子它能经人吗 你说是那个道理吗 就是水培也可能 就是你技术够高的话 会比这个长得更旺盛 但是对于化名来说成本太高了 明白了吗 你就尽量的土培 又不用很大的花盆 你看这样掉的痒 你看这个里边全是根 我给你拔起来看 就尽量土培 你水培的话 你想让它更旺盛 对你们来说难度太大了 你土培还没整好 你也整水培 你看它的根 看到了吗 它这个不需要很多的水 你明白我意思吧 你用个盆 你现在我们这个也可以换皮 它这里面能储存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就现在说话 我有上两个月不浇 它都没问题 它都不会干 但是你要是给上水和肥 它会长得更好 而且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繁殖 怎么繁殖呢 我跟大伙说一下 繁殖很简单 刚才我一不小心碰掉了一串 看到吗 它就不小心碰掉了 这种都可以活 你看 我给你我给你掰下来看 它这里面是有根的你看到吗 能看到这个根吗 这个是不是像那个根 这里也是 这也有根啊 看到吗 就这一小朵嘛 一掰就下了 这就是一颗新的吊蓝 而且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随便找个花盆 随便放上点土 随便浇上点水 随便养一段时间 它就活了 就这样往里 就这样随便往里 这个也是随便往里 你看这个 它从上面取下来 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 随便往土里边一擦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水平呢 欢迎你技术又不够 你看 土里边稍微给点儿肥 你别过分的缺了水 像横在里边 就能活 浇上点水就能活 给上点儿肥料 这时候长得很好 就吊着痒 光着又不用很多 它怕冷 只要不低于零度都没问题 你吊着痒呗 而且这个卷也吊了 这为什么要水平呢 它又不扎又不埋它 因为这浇水呢 你把它滴落下来 扔水桶里面泡一泡 就这样 丢到水桶里面泡呗 是吧 基本上一个月你泡一次 丢到水桶里面 是你泡喝头水 喝头水以后 滴落出来晾干 你再给它挂上 一年折腾不了几次 你要是正儿八经 像我那样给你擦 养上一年 我天你家里边一大堆 就这么好痒 好了 给它没啥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个卷油 不论是金心吊篮 还是金边吊篮 还是绿叶的吊篮 还是这种弯叶的吊篮 养花都一样 折好养 折好活 一长一长线 你要是在南方地区 你要种地上 这玩意就一样炒 妈的天呗 未来以后那一片都是它 好 觉得不错 今天点赞观众 我是老华一 养花去整一 来了 抽吧